最近江西上饶街头 一位老人推着一辆手推车 车上坐着一名衣着干净整洁的老太太 这位奶奶这是要去哪儿啊 奶奶90多了 后面推车的是她大儿子 今年都70了 这不是生病了吗 就推着去医院看看 这么冷的天 打个车不就解决了吗 不行不行 奶奶由于身体原因 连坐电瓶车都会晕车 三个儿子商量之后啊 决定用手推车 载着老母亲去看病 徒步走了40里地呢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孝之一字 在这个家庭里如此动人